Hello 大家好,我是塔塔 最近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替自己煮了一锅蒜头洋葱鸡汤 蒜头跟洋葱都是抗发炎的食物,也可以增强免疫力喔! 很多人常问我胡椒粉要买哪一个牌子 我通常都是中药行买胡椒粒,自己打成粉 这样味道会比较香,也比较不会那么呛辣 做这道汤品,白胡椒绝对少不了 胡椒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发汗、发热、改善虚寒的体质 我体质不太容易流汗,所以平常都是靠这些香料来帮助我发汗 不要看我每次好像胡椒加很多,其实自己打的胡椒粉并不会太辣喔! 用高速来打,打到你满意的出息就可以了 不要一次打太多,胡椒粉放太久,香味也会渐渐的流失喔! 平常你可以调配一些五香粉,做料理非常的方便 我大概都是打这样的粗细,比市售还要粗一点点 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 现在来切鸡腿肉,记得皮向上会比较好切 我今天会切大块一点,比较有口感 腿骨的地方要小心,不要弄伤刀子了 切大块一点的话会比较好吃,但是煮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点 先放到调理盆里面来调味 一小撮盐,一小撮的白胡椒粉 一小匙的汤,一大匙的酒去腥 充分的抓匀,直到水分吸收进去为止 现在盖子盖起来,做真空 让鸡肉先静置入味 大概静置20分钟左右 我会建议使用老姜,老姜发焊的效果会比较好 这片姜皮就不要了 大概切个5-6片左右 像这样薄薄的,保留一点姜皮没有关系 洋葱大概一颗,去掉头位 然后切成丝 如果你不想在汤里面看到洋葱丝,也可以切成器皿喔 把这些洋葱丝弄散一点 接着来拍一点蒜头 大概6大半的分量 蒜头像这样拍一拍,营养会更容易释放喔 这时候先煮一锅水备用 开中火加热1分半 你也可以不要放油 不过我年纪大了,适量的摄取一些蚝油,皮肤会比较有光泽 现在把处理好的鸡腿肉放进来 尽量皮上下来煎 暂时不要去动它,让它慢慢的减除表面的焦香 差不多煎到这个程度就可以翻面了 煎太久的话,鸡肉会比较腌一点 现在把姜片放进来煎出香味 不用煎到姜片准吃,这不是做麻油鸡喔 先把料推一边去,然后把洋葱丝通通的放进来 蒜头也跟着放进来 重复地半炒均匀 炒到洋葱丝变得半透明的样子 来一小匙的盐,一小匙的白胡椒粉 继续地半炒均匀 现在洋葱丝会开始油透明,转油点焦黄色的样子 洋葱丝炒到这个程度,整个点位都升级了 这时候把煮好的热水加进来 热水不要一次全部加满,大概盖到这个鸡肉的高度就可以了 用比较少的汤水来熬煮,味道会比较快融合 大概滚5分钟左右,再补另外一半的热水 差不多加到锅子的8分满左右 先让热汤滚几分钟,然后转中小火,煮气到10分钟左右 直到味道融合为止 等待的时候来切一点葱花 葱的发焊效果也很好,不要省略喔 嗯,差不多可以来试一下味道 如果觉得不够咸,可以再补一点盐 胡椒粉也可以再补一点 煮到你觉得味道ok了,就可以关火起锅啰 把这些葱花放一部分到碗底 然后把热热的鸡汤淋下去,这样可以激发葱的香味喔 像这样一锅大概是1-2人份 如果要煮3-4人份,可以把材料都加倍 上面再补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非常营养又好喝的蒜头洋葱鸡汤就完成啦 这道蒜头洋葱鸡汤每次身体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我都会煮来喝 你看这个浓郁的汤头 再加一把面就算是拉面了吧 好了,我又趁热喝了它,这样才可以吃得满身大汗 哇,这个鸡肉煎得香香的,吃起来嫩嫩的,好好吃喔! 吃完这一碗鸡汤,保证你整个人精神百倍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